1月24号是李雪瑞的生日,早上8点,灵水东旬基地,他是第一个来力量防热身的人。 这一刻阳光直射的左膝是李雪瑞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。 2016年里约奥运会,女单半决赛,李雪瑞在和马林的较量中,左膝前十字韧带全部断裂,半月板严重损伤。 随即他被中国羽毛球队安排去德国接受治疗。 这一年半的时间,他就像消失了一样,有人说他永远回不来了,有人说就算付出也很难回到高水平。 我在干处,在康复,王友会问我,他学姐也是退役了,康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,然后其实在之前,包括王林王兴,然后夏桓,我们队友蛮多,他们都走了这条路,在康复的路,但是没有走到这么久。 尽管是微创手术,左膝还是留下了一条刀疤。